大家好,我是贝大大,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雪山的画法 用到的是马提尼卡拉瓦桥水彩本,马提尼黑夜水彩笔 马提尼大师级管状水彩 用到四个颜色,蔚蓝色,群青,普鲁士兰和黑色 大家注意一下,蔚蓝色就是这个很像天空的蓝色 群青就是偏紫的蓝色,普鲁士兰是偏黑偏灰偏深的蓝色 在勾线打稿之后呢,我用到的是群青 加多一点水,给它稀释到一个比较浅的状态 来画山体的部分 画的时候呢,顺着山脉的走向,尽量留一点点空气感 之后在我们的笔尖加一点点普鲁士兰 点涂在边缘还有山脉的走向的部位 画面下半部分有一些冰块,也是这种普鲁士兰的颜色 我们就用这个颜色来画 有的地方它有一些渐变,我们就会用到两支笔 一支笔呢,用深色 用深色勾出上面比较深的边缘 然后另外一支笔沾一点点水 做一个由深到浅的过渡 有的地方呢,我直接用了这个普鲁士兰,比较深,比较浓一点 用比较深的颜色来描绘边缘,会给它一种比较锋利,比较坚硬的感觉 然后再用一支笔来做由深到浅的过渡 那这里比较可以干脆坚硬一些 它圆图这里是亮色 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呢,这里不能完全留白 我们也要给它做一点点浅蓝色 接下来我们要画天空的部分 那顺着画会比较难画 为什么呢,因为倒着画我们的笔尖用来刻画它那个边缘会比较方便一些 那一样的方法,我们先用较浅的颜色来画出那个云朵的那个颜色 然后我们再给它过渡到蔚蓝色 然后再把蔚蓝色的那个靠近边缘的地方再加深一点,加的更浓一些 另外一边的画法呢,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做由深到浅的过渡,也可以做由浅到深的过渡 大家只要把握好那个干湿就好了 然后倒过来以后呢,还可以看一下哪些地方形状不对啊 哪些地方颜色应该加深一点 还有山体的边缘,它的那个高低起伏,可以再刻画一下 接下来就是这种雪山嘛 它是白色的,它会反环境色 所以它会反天空的这种蔚蓝色 所以你看到现在画的就是山体上面有一些蔚蓝色的反光环境色 接下来画下面海水的部分啊 大家仔细去看这个图 在团链群里面你们可以找到这个图 它的颜色也是有一个由深到浅的变化 我们可以用这种一丝一丝的扫法 来扫出这种海水的纹路 深的地方我用的是普鲁士兰加一点点黑色 就变成了一个偏黑的深蓝色 然后接着用这个颜色可以把上面的边缘再给它画一遍 因为水彩干了以后颜色会变浅嘛 所以现在觉得它的颜色不太够 所以我再给它把明暗对比加深了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来画这个山体上面的石头的部分 这个时候我用了一只干的刷子 干的笔刷 然后蹭了这个调色盘上刚才的一个深蓝色 然后我觉得应该再黑一点又加了一点点黑色 用这个干的笔刷蹭 有些时候呢也可以用你的指腹去轻轻的按压一下 把它给拍散掉 那大家注意在排这种山的石头的纹路的时候呢 这种线用干刷方向可以变化着来 不要全部都是一个方向 然后注意呢有的地方会浅一些 有的地方会深一些 然后呢在白色部分也有一些山石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相应的用一些更浅的灰色来做这个山的石头 现在我是用了一个灰蓝色 除了山石以外我们的山脉的部分 它有这种山脉的阴影处 我们可以给它加深一些 如果颜色太深的话会很死板 所以也建议大家颜色不要用太深 然后也注意可以用湿笔做一个过渡 雪山的亮面呢白色部分也不能让它是留白 我们要是做一点点这个灰蓝色浅灰蓝色 现在呢我是调了一个群青 一个紫蓝色偏紫的蓝色 把下半部分呢有些阴影再给它做了一点点啊 让它不要留的是全白的颜色 这个全白的高光部分呢在画面当中有一点点就好 然后现在再刻画一下就是加深一下 有一些地方加深一下这样它的明暗对比会更强烈一些 让大家看现在左下角有一块很白的颜色啊 也是给它稍微加一点点蓝色 这样我就画完了 如果大家想进入我们的免费团链群 可以来我的置顶微博找到入口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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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